Hello 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本期周末行聊 全球资本争夺战来了 香港的股市是一个风向标 从连续暴涨到遭遇最近的第一次下跌 内地的房企车企的相关股票是最惨了 也动摇了很多人乐观的态度 之后港股低开高走 逆势反击 半导体一马当先 总算是稳住了上涨的行情 但是房地产板块却还是普遍下跌了10%左右 在这两天的时间里 港股和日股形成了一个翘翘板的效应 你跌我就涨 你涨我就跌 似乎存在着一种争夺资本的力量 当然 中间也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就是美国非农数据大幅超出预期 美联储的降息节奏重重地踩了一脚刹车 美元指数也在瞬间暴力拉升了 全球资金再次回流美国 而日本也紧随其后 宣布短期之内不会加息 包括上期视频我们也说过 八老爷子最新在日本投资的行为 有非常强烈的风向标译 然后欧洲也对华通过了新的汽车关税 在国内国庆假期短短几天时间 美日欧三方联动 间接遏制全球资金对于中国的乐观情绪 可以说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 多空双方全球股市进行了从政策到技术 再到市场情绪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交锋 更加凑巧的是 国庆节期间 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股市资金渠道是被关闭的 再加上港股是没有涨跌幅度限制的 这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啊 考验的是基本政策不利的局面之下 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最真实最直接的态度 可以说最近的博弈 已经不亚于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 而这次不是一个索罗斯 而是一群索罗斯 本质上是争夺全球资产定价权 而资产价格 本质上是国家跟企业的粮仓和弹药 从股价 房价到债券 一旦丢失了这个定价权 实体经济就必然会淡尽两绝 只能任人处置 而且是毫无还手之力 可以这么说 这次中国资产大反攻 也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毕竟政策力度那么猛 掀起的全民热情那么高 如果说最终还是一地鸡毛 代价将会是非常惨烈的 大量新股民就会被狠狠地套牢 不但严重打击了长期信心 也会让最后决定胜败的国际长线资本 对中国市场进而远之 数据显示 外资的确是在买入 但是大多都还只是一些热钱 并不是真正决定胜败的一些长期资本 长期资本包括像新加坡的淡马西资本 挪威主权投资基金 中东主权投资基金 都还在观望并没有立场 他们都在看看 中美之间的资本流动趋势有没有逆转 看中国财政到底会如何发力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 全球共同基金在中国股票中的配置比例 合计仅为5% 是过去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当然这也意味着存在上升空间 有机构出报告 口号是全力以赴购买中国 这个口号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在这个报告里 口号并不是关键 关键是 机构建议中国拿出清晰的实质性的目标 向投资者们证明 他们的乐观情绪是合理的 这样才能让这场资本市场的狂欢 持续的时间更久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设定实质性的目标意义又是什么呢 目前 这个实质性的目标主要是有两个 一个是经济增速目标 一个是通胀目标 我们先来看经济增速目标 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之锚 它会影响到政策方向的制定 市场预期的构建 财政规划的指导 还有金融市场的引领等等 在最近这一波政策出来之前 很多人都悲观地预测 中国GDP保五很难 估计是在4.6至4.8 但是突然有那么多的政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排山倒海地推出来 这就给出了一个很强的信号 可以看出 经济增速目标的设定和是否能够达到 对于投资者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目标 投资者就可以猜测到上面大概要小的力度 正因为机构投资者有大量的专业的宏观研究 所以他们就会比普通投资者更有机会 更早埋伏 更早脱手 更早获利 第二个实行的目标就是通胀目标 美联储和欧天航早就直接宣布了他们的通胀目标 预设是2% 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明面上的数字出来 现在很多人一谈通胀就色变 根本无法区分合理通胀的必要性 其实对于一个正常发展的国家来说 合理的通胀是非常必要的 那为什么投资者更需要重点关注通胀目标呢 简单来说 因为通胀率为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毛 有了这个毛 央行才知道 到底是应该量化宽松向市场放水 还是货币紧缩回收市场里多出来的水 从而直接影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和大家的信心 所以说通胀率是一把衡量资本市场水量的标尺 总之 实质性目标的背后 政策的落地和实施才是关键 接下来 美国对中国金融层面还有两大杀招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一旦这个香港驻美国经贸办被迫关闭了 资本流向香港的道路被卡住 或许会产生火地效应 那么就此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结束了 首先香港会失去豁免权 就是它的特别关税 另外 技术转让的窗口被关了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 就是港币这个体系未来怎么办 因为港币与美元是联系汇率制度 港币这个体系未来怎么处置 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 最新美国会共和党人提出了一项法案 旨在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声称授予北京的这一贸易地位 导致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不公平失衡 川普曾表示 他希望结束这一制度安排 去年 美国国会针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特别委员会 也建议取消中国的这一贸易地位 这个制度的前身是最惠国待遇 意味着对美国的贸易伙伴一视同仁 并给予他们诸如降低关税 减少进口配额 或免于特别检查等优惠 美国与大多数国家维持着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如果取消这一贸易地位 中国将于俄罗斯 朝鲜 古巴和白俄罗斯等国家归为同类 2022年俄战争爆发 美国取消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 但经济学家警告称 取消贸易地位可能会提高美国消费者的商品成本 助长通贸膨胀并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 如果中国进行报复 贸易易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情况将更加恶劣 中国是全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美国全面脱钩中国所承受的代价不会比中国小 长久而言会促成中国体系的更早成型 而中国方面似乎也在积极地应对变局 最近种种迹象表明 央国企正在加速合并重组大动作不断 7月11日 中航电策收购陈飞集团 并购规模高达百亿这句 8月30 东航宣布吸收合并123航空 9月2日 中国船舶拟吸收合并中国重工 南北船合并 两大超千亿市值公司合体就在同一天 中国宝贫电器同中国电器装备进行业务整合 9月5日 国泰军安拟吸收合并海同证券 直接改写头部券商格局 9月8日 盐湖股份同五矿集团组建中国盐湖集团 注册资本高达百亿 又一家巨无霸浮出水面 要知道 央国企在中国经济地位举足轻重 去年总营收超80万亿 贡献了近7成的GDP 纵观历史 央企整合从来都是历史的风向标 混分合合 一个从风走向合的时代正在强势到来 那么为何要做这些呢 有几个原因 首先是为了做大做强 为了进一步集中力量办大事 其次是为了减少内耗 现在的模式弊端开始突出 效率不高 活力不足 行业还陷入了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侧盘用户 诋毁竞争对手 屡禁不止 利润空间收窄 发展举步维艰 最后还是为了背后的关键目标 加速出海 不出海就出局 当前的全球化 出海已经成为了必打体 当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有好处也有坏处 二十多年前 央国企一家独大 无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过度集中又变成僵化的大企业 官僚没有活力 腐败重灾区 或许将来分分合合还会来个轮回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全球资本围绕股市的高强度博弈 还将会继续下去 因为美国贸易跟金融政策的变数 还有很多 而国内股市在一波刺激暴涨之后 也会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 提出非常严苛的考验 比如说 房地产的问题到底修复了多少 社会融资有没有拉起来 半头体和新增加产业怎么去突围 股市漏洞有没有堵住等等许多难题 而且中国正在疯狂的储备物资 计划将粮食自给率从65%提升到90% 原由今年内新增储备的10亿桶 天然气的储备量到2005年增加了三倍 这是在为啥做准备呢 是位于筹谋应对全球变局吗 大国博弈 背后是综合国力的较量 牵引着天量资源和财富的走势 下周资本市场将给出初步答案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留言中有人批评我们总是看衰中国 对美股和A股双标 踏空这门行情 其实这里更多的只是宏观方面的客观观察 如果看操作 看是否踏空 请您一步去另外一个专门的视频 当然还是要强调一下 视频内容错误和收拾之处在所难免 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你的稿件 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新闻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